宗徒大事录 第六章 那时候,门徒们渐渐增多, 希腊化的犹太人对希伯来人发出了怨言, 因为他们在日常的供应品上疏忽了他们的寡妇。 于是十二宗徒召集众门徒说, 让我们放弃天主的圣言,而操管饮食,实在不相依。 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简定其位友好声望, 且充满圣神和智慧的人,派他们管这药物。 至于我们,我们要专务祈祷并为真道福意。 这番话得了全体的乐福,就选了斯德望。 他是位充满信德和圣神的人,和斐里伯、扑洛和洛、 尼加诺尔、提梦、帕尔莫纳及尼科劳。 他是个皈依犹太教的安提约基亚人, 叫他们立在宗徒面前。 宗徒们祈祷以后,就给他们赴了手。 天主的道渐渐发扬,门徒的树木在耶路撒冷大为增加, 司祭中也有许多人服从了信仰。 斯德望充满恩宠和德能, 在百姓中显大奇迹,行大征兆。 当时,有些称为自由人会堂中的人, 以及基勒乃和亚历山大里亚人的会堂的人, 还有些属基里基亚和亚西亚会堂的人, 起来同斯德望辩论。 但是他们敌不住他的智慧, 因为他是借圣神说话。 于是他们便怂恿一些人,说, 我们听见他说过亵渎梅瑟和天主的话。 他们又煽动了百姓、长老和经师, 一同跑来,捉住了他, 借送到公义会。 他们并设下假见证,说, 这人不断地说反对圣地和法律的话, 因为我们曾听见他说, 这个纳扎类人耶稣要毁灭这个地方, 并要改革梅瑟给我们传下的常礼。 所有坐在公义会的人都注目看他, 见他的面容好像天使的面容。 因为我以为 connections都能传下来, 他会造过了很多天使的面容。 令人完整的面容像是一路面穿大面穿大面穿大的。